字幕君 但有時候我們就是女生 就是很天真很浪漫 覺得說我們都很好啊 一切都很好啊 直到另一半跟你說 我覺得我們真的不太適合 我們分手吧 你才意識到說 蛤 不要再點頭如早算好不好 好 奇怪 我在主持為什麼 攝影師就在後面點頭 好不好 我們也是 就是剛剛也算新婚啦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不過講回來剛才 就是突然間 另一半跟你說 我覺得我們兩個好像 很多東西不是太合適 那要不要冷靜一下 或是要不要分開一陣子 這時候你才意識到說 哎呦 問題大了 怎麼以前都沒有注意到呢 所以其實很多男女之間的相處是 你覺得很OK 但其實對方覺得超過OK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感覺好像當兩性專家 來探討一下 男女朋友之間 或是夫妻之間 情侶之間 有什麼對方最受不了的行為 那當然今天咧 就為大家邀請到很多的少男少女們 大家一起來探討 他們的感情故事 先我們男生開始介紹的幾好了 他號稱 療妹 是叫療妹嗎 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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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妹達人 你看我那個老口口 現在叫療妹 療妹達人海產 嗨 療妹 嗨 療妹 這一次說你很會把妹的意思嗎 其實把妹還好 我就是把妹其實就是 跟我的胖妹的男來賓學的啦 因為我是愛於長相的問題 對對對 怎麼樣 長相海產 長 對 我們長得不是帥的 可是我們是走比較誠懇的 有型有限 對不對 另外會號稱他有兩位女朋友 雙溪達人 對 雙溪達人 我們歡迎李洛陽 哇 大家好 也是個型男來的 你是有兩個女朋友 沒有沒有沒有 雙溪是 我是跟我姐聊天開玩笑 說主持唱歌都來一點這樣子 對對對 錄影現在都不敢講 私底下都不是這樣講 對啊 我記得 還沒有胖肌的時候 他是說他好像兩個女朋友 你剛剛說療妹的招式跟我學 剛剛在下面你跟我講的那些招式 我講一一跟大家的來報告一下 我們都還沒聽我們的主題感 你相當相當很熱鬧的 對 一國一國 對 一國一國 神經神經 我們是男方的代表好不好 也都是非常有人緣 大家很喜歡的兩位男生 另外兩位女生 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感情的故事 要跟大家來分享了 歡迎婷婷 嗨 大家好 我是婷婷 可是我一直很想問一個問題 請問 我是怨念女孩 對 我誰想問你呢 我剛剛沒有介紹 想說直接介紹婷婷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你是怨念女孩 因為我就想說大家的頭號都非常厲害啊 為什麼我就是怨念呢 甚至妳的故事比較多 不是太開心的事情 就是其實 我覺得 曾經 有點好笑 就講起來就會蠻好笑的啦 所以好吧 那你就是怨念女孩 好吧 硬堂發黑嗎 對 你就是比較悲情的代表作啦 感覺又被跟這樣子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好不好 那待會兒我們可以好好來聊一下 我們可以其實一起 我覺得今天節目就是很free 大家一起來討論看看 是不是自己有問題 還是其實對方有問題 或是說其實男性女性 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問題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今天節目 我們從問題當中 找到自己的一些 不是太好的地方 把它修正變得更好對不對 人都是要跟自己比較的 沒錯 你感覺像心靈大師 謝謝 好 對 另外一位歡迎允潔 嗨 大家好 我已經單身一年了 我今天要來找出原因 其實剛好我們在化妝間的時候 一開始她就是一個很甜美的女生 所以我們把她冠上一個 叫甜美女孩嘛對不對 然後突然在瑞稿瑞稿就覺得 她的怨念也出來了 然後她明明就在瑞稿 她就說對啊 你們那些男生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OK 跟剛才一開始的第一項 不太一樣有沒有 今天我覺得一定會是一場 怎麼講 大戰 大戰 我可以預料到應該會非常的如火如荼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想要參與這場 參與之間的戰爭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把我們 ET Today分享你的直播網址 把它分享出去 其實好啦應該是這麼說 如果你覺得你在情感上 或是你在交往上 真的遇到了一些問題的話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自身的經驗嘛 那我覺得我自己個人也可以到時候 看著狀況我們來分享 因為有時候 走過來了一段路 你就會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真的是可以好好的 大家不用走願望 開示我們 也不算開示 分享 分享 好不好 把我當作你們童年齡的聊妹 好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呢 可以趕快把我們的網址分享出去 也希望你可以check你的姐妹套 或是你的兄弟們 如果他們在感情上 遇到了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一起來 加入我們的討論 不過剛剛講到那麼多呢 其實我覺得兩方啦 真的找到了問題 我們把它磨合好的話 哇那很棒 我們就可能可以走到 紅藤的那一端 對不對 大家可能可以結婚 但其實感情就這樣兩條線 要嘛就分手 要嘛就結婚 要嘛幸福 要嘛舒服 這樣而已 對 要嘛幸福 要嘛就分開 幸福跟舒服感是同一掛 要嘛幸福要嘛就不幸 可以只舒服不幸福嗎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尺度有點開 因為不需要沒有懷孕 你們就這樣好不好 尺度大開 到底男女生care的點 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呢 我們先來從女生最受不了 男生十件事分數 好不好 我的小 我的小幫手 來來來 十件事 十件事情 那大家順便可以一起來討論一下 有沒有真的 女生嘛 所以那我們先從放女生這邊 天啊 你真的覺得你受不了的男朋友 這十件事情 這超有感的 超有感的 每天都看到火爆三丈 這樣子 非常神奇 好不好 我們先從 房間髒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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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哇 真的 為什麼你開始NO NO NO了 不是 因為房間髒亂 大家都覺得男生 衛生習慣很差什麼的 其實呢 有跟女朋友同居過 你才知道 女生的衛生習慣才是真的厲害 他們 女生的房間是生態圈耶 是可以對你有些生物的耶 有一些 香菇啊 或者一些 好有香菇耶 梅菌啊 男生冷靜 我們先從女生開始講好了 姊貝姐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會跟他們吵架嗎 為什麼 男生就大男人主義氾濫 我們還沒講話 我們還沒講話 你們就先搶去講 你是一種反撥 尊重女生 我先講好 我今天是站在中立的立場喔 好不好 他家住中立 中立旁邊 我坐男坎 桃園附近 我真的今天是中間的立場 因為有些事情 我非常贊成女生 有些事情 我其實也站在男生的立場 好不好 我是中立的立場 因為我已經成家立業 然後也 對不對 也懷孕了 所以 我今天站在中間 我來 中間我來 來看看到底誰對誰錯 所以 誰有同居過 然後真的覺得男生的房間很髒 我 我真的見證過非常可怕 就像你們剛剛那個形容的方式一樣 他真的髒到什麼地步 睡覺就是一個乾淨的地方 床就是應該是乾淨的 對 他的床頭櫃擺滿了 瓶瓶罐罐 然後零食打開過 沒吃完就放在那邊 這樣就算了喔 我還 他還放了 放一個鍋子 煮完泡麵的喔 然後就還有 調那個油底的 在那個鍋底下面 你朋友 你男朋友是遊民吧 你跟遊民交往 我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我是覺得讓他帶我回家是不是 你也出北車吧 不是 真的太髒了 然後他發現放了快兩個月喔 因為我一直不敢去碰 我說你可以自己清理這個東西嗎 為什麼不清掉啊 因為我不是每天跟他住 就是偶爾可能放下去找他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不想幫他清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他家真的超級噁心 所以說那 你為什麼要跟這樣的人在一起呢 不是 我也不是 因為我剛開始也不知道他這麼髒啊 因為他總不可能 深入交往之後才發現 對 他的衛生習慣不太好 真的 因為我總不可能一跟他見面 就看到他抱著那個鍋子吧 對 所以我就是 真的有深入的認識他 所以他是個很懶的人 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吃完東西 然後什麼鍋碗條盆 都放在他的後面 對 可是像我跟他案例不太一樣 我深深的體會 你們跟他剛剛講的不爽 但是我覺得男生很奇怪 房間漿亂 我們懶 那就幫我們做就好啦 為什麼寧可出一張嘴 念了一兩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兩三個禮拜以後 你們還不動手呢 那這樣我們女生跟你們在一起要幹嘛 就出一張嘴 對 然後不動手 要分擔我 所以你是抱怨他們很懶的 對 男生不管幾歲都只剩一張嘴 以我交往的感覺來講 我不知道就是 我覺得運氣你運氣蠻不好的 真的嗎 你碰到只會出張嘴了 你試著跟我們交往看看 你會發現我們有兩張 哪兩張 沒有啦 其實你是遇到錯的人 像我們就是比較貼心 可是你們真的是 你們兩位真的屬於前面兩者都沒有 房間都很乾淨 我房間很夢幻 夢幻 我房間真的很夢幻 我是喜歡乾淨的人 就是我房間會佈置得很舒服 你是秀女做的嗎 沒有我是牡羊做 那怎麼會 對啊 我就說你交錯男朋友了 欸其實真的是 這真的是要中間講啦 就是說其實不是每一個人 都很髒或很懶 像我先生也是屬於 真的是條烈士 他連那種紙盒 因為我是回收姐 我很喜歡把那種叫 不好就不用的東西 我就拿去回收嘛 資源回收 做環保很好 但他說不行 盒子要留下來 因為要所有東西要排列整齊 對 一個盒子一個盒子 所以他說 他家 不是不是他家 他曾經 他自己住的家很像樣品 我住進去之後就是很有人樣 就是你知道女生會很多 瓶瓶罐罐啊 娃娃啊什麼什麼 所以我贊同這兩位男生說 其實很多男生是非常愛乾淨 非常愛整齊 他甚至比女生 他還在乎那一根毛 對 但我有一個問題 男生那麼愛乾淨 如果例如像你老公 或是 那你如果不想做的時候 他會幫你做嗎 他可能會一邊做一邊唸 對啊 會 為什麼要唸 為什麼要唸 可是我也要幫男人講話 因為說真的 這不是他們必須要唸 對 對不對 如果真的亂 那我們女生就 為自己好會懷疑 在教育妳 在愛妳 不是在念妳 對 真的 這樣我同意 這個我同意 為什麼要教育 咦 你今天這個是 你今天好男人還聊 對 你感覺不像聊妹喔 沒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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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 好 繼續看下去 初心或者是大男人 我覺得這兩個算歸類同一種 對 對 因為像有提醒過好幾次我的歷屆前男友 因為我第一個男朋友很疼我 他每一次出去看電影或者是天氣比較冷 他都會記得幫我戴外套 好Sweet喔 那你就會先印象很覺得說男生好像就是很Sweet 對啊 後來的男朋友都沒有 我每一次提醒他們喔 大概交往四年 提醒了三年 我到後來是訪奇 因為我覺得不會的人就是不會牛 先到北京還是牛 對 真的很深情 允潔我發現你單身一年不是沒有原因 對 喔 你說啊 兩極答案怎麼看 不是 允潔太直覺覺得男生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要怎麼樣 用一個他先入為主的立場 去帶入之後的每一個交往對象 其實不然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他個性都完全是不一樣 因為允潔她是漂亮 她習慣這種遭遇 像婷婷她就沒有遭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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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初相對 控制欲對不對 所以有講到我第九點控制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十點基本上來講 是互相牽連的耶 對 對不對 有一個可能你就會額外的帶到另外一個 不過剛剛講到說就是 初心或是大男女生真的很受不了 你不覺得大男人很man嗎 就是 欸怎麼堅持了 走 對 可是千輩姐你說的那種大男人 我的確很喜歡 因為我喜歡年紀很大 我喜歡那種控制我 最喜歡有拐杖那種 很有風格 我沒有 我最多可以接受到五十幾的 因為我現在大概二十幾嘛 我最多可以接到五十幾 我最多可以接到五十幾 我喜歡 但是問題是男生大男人可以 但大男人的前提之下 是要有其他的幾點 你夠疼愛我們 你夠大男人 OK 夠主控對不對 對 夠主控 幫你照顧得好好 你只是想控制我們 但你什麼都不願意為我們做 就不一樣了 欸其實因為我 就像你剛剛講的重點 他是漂亮型的 對 然後他剛好前面一開始的男朋友 就把他照顧得符符符符符符符 所以他在心目中就是會有一個標籤 對的標籤 他覺得男人應該長得什麼樣子 對 就像我一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一直覺得說 因為我爸爸就是超完美男人 什麼事情都是他做 洗衣煮飯啊 家裡 女人就只要 我需要什麼 他東西就送上來 可是他也非常大男人喔 他就像你講 他就是今天我怎麼樣 我都幫你們安排好了 就跟著我走就對了 跟著我走 帶你飛這樣 然後他有四塊錢 跟你飛去飛去 飛去 飛去全世界玩 對 譬如說他有十塊錢 他就給你九塊錢 他一塊錢他挨二他 於是硬吞 我第一個男朋友就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們都有一個高標在 於是乎在感情路上 就會很多疊疊中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幹嘛 你怎麼都不幫人家弄 你看我之前那個誰誰完了 就提到前男友 對不對 所以就像女生也會提到 前女友前男友這個問題 所以真的被寵壞了 被寵壞了 但是所以沒關係 我們可以檢討 因為你的路 我曾經也走錯過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像你講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性 我們不應該去要求別人 好像應該怎麼樣 對不對 這點我爛錯 可是第五點 我真的遇到了一個 很誇張的 前女友 你最受不了男生 前女友 很可怕 很可怕 約出來吃飯是不是 一起吃飯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一個朋友的老公 已經結婚幫他生小孩了 你知道他老公說什麼嗎 未來的遺產我會分成就是 三份 就是我那個朋友 他老婆一份 他小孩一份 然後他前女友 關他前女友 關一面 關他什麼事啊 是不是也生了一個小孩 不是不是 他就跟那個我那個朋友講說 因為在我人生中最沒落的時候 是那個女生陪我走過來 熟 對熟 所以男生常常會覺得 過往的事情了吧 而且他那個 我那個朋友的男人 就是老公 就是說講得很義正言辭 說這是理所當然的 男生常常會犯這種錯誤 就是他覺得 為什麼不能 我還沒有認識你之前 我的確有這個過往啊 你要幫我消除掉也不可能 這真的很奇怪 男生怎麼看這一次 基本上這個邏輯已經碎掉了 對啊 就不可能了 這個把遺產 你說要留給前女友 太怪了 太怪了 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關於前女友 前男友的issue 對 我先來問問看洛洋好了 是 你現在有跟你的眾多前女友們聯絡嗎 聯絡沒有沒有 你會半桌紋嗎 你會半桌紋嗎 你懂是不是 時不時請大家聚個參這樣 聚個參這樣 沒有沒有很少很少 前女友不多 但也都不會聯絡 因為有女朋友的狀態 真的是盡量要避免跟之前的情人 或者是有關係的 這個男女關係 不太乾淨的這些對象 要這個切乾淨 鐵開一下 對 這個要為自己的這個 現在的這個生活 安全要著想 對 你說睡覺的時候 對 會很容易出事 所以真的要想清楚 盡量不要聯絡 所以你的喜歡是 你不太喜歡 很藕斷絲連 當好朋友 對 包括我就算我現在單身好了 我跟前女友的關係 也基本上不太會聯絡 因為我分手 算是比較 要就是乾淨一點 和平 那我也很 我很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之前有一任男朋友 他就跟我講說 我就是要 就是電腦裡面 要存著我之前 所有女朋友的照片 就是他們兩個之間的回憶 然後他說我不能生氣 我也不能逼他 把這個回憶刪掉 然後我就在想說 這到底是我的錯 還是他太固執 太不尊重我 欸你們會留前女友的一些 信譜啊 或者是照片啊 還是很心虛是不是 對 太心虛的時候 你有偷留情虛 舊愛總是最緊繃 最緊繃 最緊繃 其實這是一段刻苦明心 可是我不會特別去把它刪掉 在電腦裡面 我承認我電腦裡面是有的 可是我把它 因為我尊重我現任的女朋友 我把它放在 跟我的低潮 跟A片放在一起 因為我比較好解釋 跟A片放在一起 這是村屬於同一個類型的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 這是我回憶完就刪掉的東西 你不要太在意 就是你懂嗎 我有時候看完之後 其實有時候男生想法 真的很簡單 他就覺得說 對 這些是我的過去 沒錯 我就放在某一個碟 但是我也不會特別的去看 對啊 我幹嘛 沒事去把它丟掉 我擺好好的 再把它弄出來 再把它刪掉 對啊 多此一舉啊 可是我覺得女生也很簡單啊 女生只是要的 只是一個尊重 你要嘛就把它藏好 不要讓我看到 因為就是不然我的存在 如果是你去他家的時候 就不小心上網 對啊 或是看到 他之前送的禮物卡片什麼的 你要 你就把它收好 你不要讓我看得到 不然我覺得超不尊重的人啊 因為你們自己好奇 其實你們自己也想找 我跟你講 不會吧 常跑這種人 女生一定會好奇 低潮你為什麼有C潮你 我跟你講男生你就別放桌面 你就沒他 這是我的前女友 然後女生就騙了 一定不是 越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 你就把前女友 放在後面 搞不好你們都擋不到 前女友 永遠不會點進去這樣 誰會這樣 太好笑了吧 可是我不知道 從我不來人的心情好 因為就是 就是你可能會留一些 前男友的照片 但是以前真的不會 特別點進去看 因為你會覺得 畢竟都在一起過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你真的要結婚的話 真的就不用再留 所有東西就刪掉 每天你到結婚一次三五 這樣很累 還好老公沒有特別 每次都在看這個 好老公 不是 因為真的就是 你懂嗎 那些東西很定的 因為當你結婚 就代表說你認定了 你的禮拜 對不對 那你將心比心嗎 如果你真的結婚 你看到你老公 然後還留著前女友的東西 你不能抓狂嗎 對啊 將心比心 對 所以後來我的做法 就是 不是 我是建議你們 其實有些 尤其是女生 真的是不用太多的感情 就是斷了就斷 就像洛陽一樣 其實就是 就是你們的過去 對不對 過了就過了 其實大家應該要往前看 走向一個更康莊大道 何必留戀眷戀過去 就把它刪掉就好 不然以後你真的喔 接了會一個一個這樣 很累 對 聽到沒有男生 你們在幫自己製造麻煩 就是這樣 我覺得洛陽真的蠻乾淨的 他就是那種 簡簡單單 我就是分手 我就是不要再聯絡 對 還善感 稍微 放在一起 對 放在一起 好 會讓女生比較過多的聯想 好 前女友剛才已經聊過了 那太忙沒時間 有沒有碰過就是 我真的很忙耶 沒有時間陪你們 其實你知道如果對方 一直說太忙沒時間 我們真的很像手火鍋 因為 太誇張了吧 我是說真的 你一個禮拜 或是一個禮拜就是七天 然後一天二次小時 你幾乎看到我的時候 就因為你們有生理的需求 你們幾乎看到我們的時候 就是 就是生理的需求 他真的還蠻直接的 對啊 沒那麼誇張 我的意思是說 就真的是這樣 那如果連 比如說你們累到 連生理的需求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不一起吃飯 不一起看電影 然後也不一起睡覺 那我們到底為什麼在一起 因為 為什麼你要綁著我 不讓我去跟別人在一起 也不願意給我幸福 像你的狀況就是 他可能 男朋友真的很忙 他很長段時間 對 沒辦法好好地跟你約一個會 對 但當有時間約會的時候 對 該做的程序 還是該走啊 對 沒有跳著聊的啦 對 從第一個跳到第二個 第三個 所以你可能就會覺得 有種心靈上被忽略的感受 就是忽略 而且該做的有做就算了 連該做的都沒有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跟這個人在一起到底要幹 這要問我看男生 你們的忙是真的忙 還是說其實我真的很忙 可是我還是可以抽出時間 還陪陪女朋友 這是看心對不對 其實這真的看有沒有心 因為你喜歡一個人 你不管你再忙 你撥個五分鐘十分鐘都會 你上個廁所 都 運量變異都可以傳簡訊 都可以傳簡訊 我很想你我在幹嘛 其實這是三分鐘五分鐘的事情 你根本不可能花你多少時間 對 所以忙可能也是個藉口 我覺得這個藉口很容易 讓感情出現裂痕 就是時間久了很快就會分開 因為其實女生 其實女生自己獨立久了 就會懷疑我需要你幹嘛 這點我同意 對 因為就是我們自己都 什麼事情都自己來 然後自己通車 自己做了任何事情 那我們就會懷疑說 我到底要你幹嘛 你就忙你的 我也忙我的 我也去尋找我新的未來 之後可能感情就淡了 所以其實沒時間也是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我想問男生 就當我感覺到他太忙沒時間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好像他有想要分手 因為他沒有那麼愛了 但當我問對方說 為什麼不分手的時候 對方又說他想在一起 對 男生常常會那種 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對 就會讓人家感情 對 那個站著死坑不大便這樣 站著死坑不大便 真的 站死坑不大便 你可不可以修飾一下 好不好 好白話 所以其實忙真的是一個很大分手的主因 所以最好 我覺得反正 他也不見得是排名啦 對不對 就是有上榜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幼稚 吃醋我覺得他可以是 規矩 歸成同一類 對不對 你覺得男生真的很幼稚嗎 真的很幼稚 非常幼稚 譬如說 就是我覺得他們會 有的時候會有點情緒失控 然後或者是我舉例吵架 對 就是譬如說我們兩個雙方在吵架 他就會去爭 去拉一個第三方來 就當裁判 說到底我們兩個誰對誰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很不容易 找裁判來判斷 對他就在找一個我們兩個之間的共同好友 來看說我們現在發生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誰對誰錯 就讓我覺得我現在在打遊戲機嗎 欸你們會這樣嗎 會找個人來聽問嗎 這個還好耶 這太扯了 這太扯了 這真的很可怕 我的前男友也會耶 也會 他這不是單一例子而已 你們有遇過嗎金沛姐 完全沒有啊 他們會覺得自己真不遇 可是因為男生都會覺得 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實 他很怕被人家知道 拿出來講 肯定是拿出來講就做好了 可是你知道嗎 我爸 我有一個前男友他也說 不然你去問你爸 說是你女兒對嗎 你女兒做這種事情 他會覺得好嗎 他叫我去問我爸 我又跟我爸說 欸 爸 我今天 你真的問了 你真的問了 我有想像過這個畫面 就是我的男朋友 怎麼會叫我去問我爸 說他的女兒好或不好 就很奇怪啊 可能他跟你爸的感情很好吧 沒有沒有沒有 他跟我爸的感情很好 不然怎麼可能 他如果跟我爸的感情好 他是直接打給我爸 他是叫我去問我爸 就是男生就是 自己站不住腳 所以他就說 不然我跟你講 全世界的人都不會說你對 就會這樣講 他們就會拉人來幫忙自己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真不贏 而且幼稚我還可以再分享一個 我覺得男生 就是譬如說男生喜歡打電動 或是玩電腦 然後可能我們就想睡覺了 然後他就幫我們搖起來 你不要睡覺 你起來陪我聊天 陪我玩這樣子 然後就坐在旁邊 是這樣待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他就一直玩他自己 玩電動不就是自己的事情嗎 對 他就是 已經沒興趣了還要拉你玩 他就是想要有一個人在呼吸 陪著你 陪著你一起呼吸的感覺 對 所以他也有一個人在旁邊很生動的看著他玩 這樣陪他笑 陪他 我就覺得很可愛 我就覺得為什麼可以這樣 我就很崩潰 這也真的 你們就玩遊戲機就自己玩就好啦 這是很合理的 我們玩遊戲機自己打game 跟朋友玩很開心 對啊 從剛剛聊到現在 我真的覺得兩位的這個感情遭遇真的是 很怪 你都遇到什麼人 你們都是來交男朋友的 我們到底算命 我其實覺得你們真的碰到了一些很奇怪的狀況 蠻特例的其實 其實說真的啦 我覺得我們現場兩位男人真的感覺 乍聽之下 蠻沉穩的 我覺得還不錯 你們要不要試著交往看 我們試試看啊 真的啦 現在變我會洪洋是不是 貝瑞成功 看著耶 真的啦 你們確定你們兩個沒有藕包 今天講了聚聚屬實 一定啦 他我不知道我真的有話 這種啦 真的 這種推的 我覺得跟海產交往可能會覺得蠻有趣 每天都很新鮮 真的耶 其實我是真的很幼稚 因為有一次我就跟那個女生吵架說 妳是神經病人 我真的是去看 我真的去掛號 我看醫生 我說可是我就拍健保那個掛號站 我說可是他醫生說 這個沒辦法吃神經病 他就覺得我好可愛 其實這蠻可愛的 其實這是一個招數 我說妳要不要去看醫生 他說妳有沒有病要 有病要去看醫生 如果真的去看我會發火 如果是沒有 發火 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手段 醫生故意想要把事情變得比較融合一點點 沒有可是我覺得這樣其實是OK的 可是有的時候 女方如果是真的非常生氣的時候 你在旁邊這樣子嬉皮笑臉 反而會讓女生更加生氣 因為會覺得 妳不重視我們 對 妳現在在跟我開玩笑嗎 可是我是真的要跟你處理這件事情 我現在是真的很生氣 然後你在旁邊這樣鬧 我會覺得很重視 妳職業是不是流氓啊 真的 聽起來怎麼很壞啊 妳有槍對不對 不是啊 我的刀都沒有 這樣後面 對啊 不是啦 我是覺得有時候這樣子處理其實是OK的 但是有時候如果真的要嚴肅的時候 還是要嚴肅一點 那我想問問她兩位女生耶 我想問問她 好 因為像她剛剛說的是細皮笑臉髮嗎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覺得 女生是不是只要我們一生氣 男生抱我們都有 我滿希望有這一套 但是結婚至今或是以前的狀況 都沒有人用這套 真的嗎 偶像劇 偶像劇 不要生氣 對 我愛妳 對 這輩子目前起碼半輩子沒有發生過 或者是這樣子啊 就是喬一喬喬一喬 她就這樣 妳就這樣 這樣 親下去 其實就夠了對不對 女生要得很簡單 我們會希望這樣 你們真的做得出來嗎 不是在那個當下真的是很 誰親得下去啊 妳那時候在爭論 吵什麼吵 那我就在親啊 我在打紙吧 對 妳有毛病喔 親屁喔 沒有我覺得 要看狀況 可是其實我覺得女生很容易被擁抱 這件事情融化 對 對 其實男生男生男生 take我 多學一下 很簡單 我們很好 很好被紅的 對 我也覺得女生很好被紅 我也覺得 可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世界上男生就不願意這樣紅我們 對 這麼簡單 從小到大真的大家都不願意 對 你們真的不願意嗎 你們就是要花那麼一點點這樣子 欸 賣死你啦 這樣就沒事了 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呢 我們拉不下臉 洛陽應該試過這張 因為我們是礙於長相 比較沒有這麼主流的帥 跟我們去榮綿 我們可能會 可能會被抓去關 你知道嗎 對 對 如果我們摟著女友在哭露的人 看到以為我們是怎樣 你們在慶召到女生 對 其實沒有可能可以走這種路線 對不對 就是韓系日系啊 這種帥哥型 你覺得呢 所以你有試過嗎 真的有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 就是其實 可是壓根不會想要做這件事情嗎 其實會 但是是因為沒有做過 自己會害怕 對啊 對 其實大部分男生應該是跟我一樣 會覺得 其實你願意去做這個舉動 但其實是太生疏了 會害羞啦 一回生二回熟 現在試驗看看 你把它當實驗嗎 但如果你們以後碰到 類似的這樣的狀況的男生 我覺得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通常會講甜言蜜語 會做這種舉動 老招啊 漢順已經習慣了 老手 他已經知道是用什麼方法 這也是耶 去處理女生的情緒 對啊 洞洞就揉你 洞洞就聞你 像我們這種不敢的人 不是啦 那個還是有真誠度的 因為做這件事情還是有溫度的 因為其實我就有一個男性朋友 他跟他女生 他就跟他女朋友 都是這樣子的方式 在做相處 好戲劇化喔 對 可是我 好像拍個實境秀 他們真的就是很有溫度的 就不是那種老招的 那他們會畫分鏡圖嗎 下一步要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不會啊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很溫性的舉動 你們也不用想太複雜 對 女生其實真的很好被照顧 其實對啊 這也是個人的習慣性問題 不過男生講得也沒錯 就是當一個人 非常的善於做這種甜言蜜語 或是他都說 啊 baby啊 怎麼樣怎麼樣 很會講這些話的事 其實真的要稍微 喔 那以前就是很會聊 沒有 很會聊啊 拍展這種對不對 像沒有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狀況 視情況而定 對 好 控制狂 我真的很煩 每次都是我 我真的是 這個我真的是最崩潰的 他多可怕 多可怕的程度是 我那天跟他說 我可以去唱歌嗎 晚上都跟我朋友去唱歌 跟女生朋友 他就先第一問題 男生都一定會問 有男生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 有 可是我不認識 我不會太靠近他們 我只會跟我女生朋友在一起這樣 對 男生就有點正常嗎 這樣就算了喔 他說你到的時候 你要拍照給我看 看說有誰喔 拍完之後 他可能我唱到一半 他就打視訊電話來 證明你還在裡面 然後你沒有喝醉 你沒有怎麼樣 對 然後你走 我覺得最誇張的來了 他說走的時候 要先拍照以外 還要拍計程車 我上計程車的照片 證明我是坐計程車回家 不是搭別人的車回家 可是那我也可以心情 在幫我拍照 我就說欸 不好意思 我就不搭啦 對阿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不尊重 不信任 完全沒有 就是不信任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誇張啊 所以打電話給你 就一定得回 對不對 一定得接電話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沒接到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嘔笑 而且我有一次 因為我就會娶我姊姊的 賴名稱叫老骨頭 對 然後他也是看到 他就很發火說 你為什麼在跟男生聊天 你在跟哪個男生聊天 我要看你們的對話 我說這是我姊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男生有時候就是會 他可能是因為 沒安全感造就的一些 想要控制 可是這些行為 讓女生很有壓力 也會覺得很不舒服 真的怪不得被 我們製作單位選成 是怨念的 我真的覺得 很合理很合理 你的感情路真的太坎坷了 我真的會這樣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有一個 有型的型男孩產 來 你試試看 洛陽這兩位我覺得都還不錯 都已經兩期了 他不考慮 他會考慮三期 不是啊 就是 你可能真的交到的 都是一些比較 戲劇化一點 蠻抓髮的 因為他是雙魚座 非常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好 必須承認 因為我本人是雙魚座 雙魚座真的有時候會 稍微 多慮了一點 可是會不會是 你不夠喜歡 其實你夠喜歡的話 他的就變得就是 這些就是很甜蜜 他就好像他在喜歡 其實他在喜歡一個人 你要開服務 對啊 我還開直播給他看 對 如果我在哪裡是我的朋友 我就上車了 我捨不得關掉 會這樣 我覺得這是很輕鬆 自然產生的事情 而不是我要刻意去做 因為我 我也會想要讓你放心 我就一定會拍照給你看 或是我打視訊電話 會給我朋友看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不會很多事 都變得太刻意 太不自然 就是很SOP的感覺 會不會你有前科之類的 就是 你不是說我是流氓 是不是 會不會是有前科 會不會是做什麼事情這樣 我沒有啊 我覺得我就是很好啊 沒關係 我覺得這是過程啦 對不對 希望我們從這十點裡面 以後你不要再找到 類似像有幾點的 好不好 行路可以慢慢的轉向 對啊 還是乾脆 後面的板子 乾脆你就出家好了好不好 你這麼累 試試看 如果剛剛聊到其中一點 是打電動這件事情 很多男生非常喜歡打電動 然後打打打打打 兩個人感情就不見了 我們也有準備的立場 來試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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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 對 謝謝 也對 很難了 可以眼影摸到所有的東西嗎 我們正在看後面照片 好 這個 power cable 可以拍出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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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再想 我刺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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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负负负 一人有意义 扔吧 是否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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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家 是否有些人 啊 人家 那不是 那不是 0匹9 0匹9 i don't do that 呀 jala ㅋㅋ 這次是她生氣了 我們媽串、爸爸串、妲、妖女串 棍子也都被你害た 我是Vlogs Gamer 各位朋友 在剛才我們影片的過程當中 兩方已經如火如荼的這樣 好可愛喔 你們沒說不可能 那一天演出來 不是還不覺得超像韓劇的嗎 你們有時候就不要這麼理性嘛 可是憲實生我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 對啊 憲實生我 洛陽一幕已經摔過來了好不好 為什麼是洛陽 華祖福在電腦桌上是在你的臉上 對啊 在臉上好不好 所以 八十九 所以我們還是回歸到比較現實面 剛剛真的太夢幻了 好幾公參考 畢竟是網路影片 如果男生已有實踐受不了女朋友的事情 我們剛剛是聽到很多女生的說法 我們聽聽看男生的現身說法好了好不好 從一開始無法溝通 真的 這個應該很大的問題 對 基本上無法溝通 就像剛剛理性喔 大家看那個影片就覺得好可愛好可愛 他們就是會有一個想法在那邊 你沒有辦法認真的就事情的真實面去探討 對 所以你剛剛看那影片你並不會被吸進去 你反而覺得說 那怎麼講真的事情的核心 對對對 怎麼討論事情下去 因為每次講你都在講你表面的情緒 但你沒有講到事情真正的對或錯 對 可是有些事情真的不用這麼認真啊 我們嬉皮笑臉妳要生氣 我們自己打低嘴巴 我們不認真 嬉皮笑臉妳要生氣 不是嘛 不過說真的 真的該溝通的時候還是得溝通 因為有時候常常男生都覺得 最常掛來的一句話是 你真的很難溝通耶 對啊 對不對 因為真的要講事情的時候 女生就一直情緒化 可能我們真的比較容易哭啊 對… 然後講這件事我們就跟你扯旁邊那件事 是… 講這件事我們把以前那種 主動18代全部都翻出來 對 真的是沒有辦法溝通 那前男友呢 你們會在乎女生的前男友嗎 會 一定還是會在乎啊 我自己碰過是我的女朋友 就是她的… 不是她本人 但是她的朋友 對 她的朋友是出去聚會的時候 可能會講到那個前男友的名字 就說你以前等一下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個時候情緒就會非常的不好 但後來好一點就是她是在講她的壞話 所以就是我就… 可是你是那種… 這叫什麼自卑感作祟嗎 所以你就覺得好像被拿出來比一下 你不高興嗎 對 因為基本上… 不管是前男友前女友 我覺得被拿出來講 自己都會有一種被比較的心態啊 酸酸的 對 酸酸 就是不管她講的是好或壞 但基本上拿來做比較就… 就不高興了 對 很不OK啊 那你也會在乎嗎 其實我也會在乎 因為其實女生很寬 女生自己就很在乎 前女友這件事情講出來就完蛋了 可是女生會很想要就是… 就是分享她的前男友怎麼樣 我搞不好為什麼女生心態 會想要跟人家分享 誰會跟你分享 我會… 女生真的會 然後她會問妳前女友的事情 她們會想問 妳不講她說 不是 我們又想知道 知道又發脾氣 我們不講就說好啊 妳就隱瞞 妳都不要講啊 沒有秘密那以後我也都不會跟你講 對 因為這是交換秘密的概念 我跟妳講我的前男友講什麼樣 妳也要跟我講妳前男友講什麼樣 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這個心態 我就講了 我就講到熱淚銀框 講到故事講到後… 那妳為什麼要熱淚銀框呢 我一過去痛苦的相識忘不了啊 不行啊 我不會這樣 妳要問的欸 真的是不了心啊 對啊 對啊 我要講故事 我就要講得精彩 我說我前女友很棒 這樣就很無聊 我沒有要跟你講說 妳前女友很棒 閃閃閃閃 是妳問我的 妳問我跟前女友怎樣 我就一五一十的一步一步講 那如果我跟妳講說 我前男友多棒呢 妳會不會開心 我講到熱淚銀框 妳會不會開心 妳為什麼要問我 為什麼女生要問 就是妳要問 對啊 可是妳們不能講得到 太美妙 就是覺得好像 我跟你好像沒有什麼 就是之前比較好 我也試過 那我前男友很爛 不值得提 妳說前男友還前女友 前男友 真的 妳這樣還不錯 我就說我前女友也很不好 她就說那妳以後 是不是也會這樣講 就是講我們 假如這段沒有好的話 是不是也會這樣講 女生就很多事情來反過 但是人格分裂 其實我覺得 不管男朋友還 前男友還前女友 真的會照著很大的 糾紛跟真相 所以最好方式是 就不要講 就真的不要講 如果我跟妳講說 對啊 我就把那個前男友 放在第一槽 妳會不會不爽 放在第一槽 我還好 A片那邊對不對 A片那邊 A片那邊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妳好有趣喔 怎麼女生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男生 有一招很好 如果我問妳 妳的前女友怎麼樣 妳可以說 妳是我第一個女朋友 這差什麼 太腦了吧 這爛泡了 我真的姓 這誰姓啊 我真的 難怪妳真的是 會碰到一些很爛人 對啊 但是後來就騙妳的爛人 可是說真的我自己本身 以前也是屬於那種 很愛問 然後很愛比較 其實我覺得這種 後來事後再來檢討 自己覺得 這是一種真的是缺乏平衡 對 就是覺得說 後來她一定比我好 然後就發對方脾氣 對啊 然後說那女生 胸部好大 為什麼喜歡我胸部大 我就跟她吵架 其實是在生自己氣 對 其實在生自己氣 因為我可能沒有她 這麼大 這麼豐語的身材 很怕被取代 對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 一直在比較 或是討論 前男友前女的議題 真的是因為沒有安全感 對 可是真的不要 像我每次以前都會問我先生 叫我 欸那以前妳有怎麼樣啊 他死都不肯講 因為他覺得講了 就出大事了 就出大事了 所以他寧可都不講 反正也會出事嗎 挑一件事情 比較小的出就好了 對啊 其實最好這個話題 大家都不要碰 真的是最好 對 可以全身而退的一個方式 沒錯 身材 蛤 男友最受不了女友 身材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可能就是大眾對於這個女友身材 比較有一些意見 但這我們兩個是特例啦 我們對女友 我們都不會在乎女朋友身材 這個是一定 內心層面很重要 我們走新的啊 心靈路線對不對 但講實在的啦 講真的啦 外在還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女友可能胖啦 或是什麼 你看得出來的時候 會噹一下 但不至於到說 會因為身材說 要去分手 因為我就聽過身邊的男生很壞 他就說 他之前交了一個女生 他就哇塞 超正典的 然後看他那個知道 身材婀娜多姿啊 就啊 就是開包的時候 開箱文 開箱文 就發現啊 不是他要的 然後這個朋友就很快說 哇塞 之前都醬醬醬 然後最後是醬醬醬 所以他們後來就 就閃了 天啊 所以是真的會有男生很壞 很care 在乎身材的問題 我曾經遇到一個前男友 他真的很壞 就是 因為 我就想說很 就是想要 吃掉 然後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些事情 結果當我脫掉衣服的那一剎 那他就說 你是不是最近很久沒有去健身房 蛤 好壞事耶 對啊 真的很解嗨 很解嗨 你們的生活是嗎 你可能要appreciate 就是很感恩 就是女朋友這樣對待 如果有這樣的事情 我會跪下來謝謝他 然後就會 謝謝 謝謝 你用感恩的心在 對 你用感恩的心在行榜 你是聖人耶 但是拍照你會這樣嗎 好怪喔 譬如說你真的覺得 女朋友好像最近稍微身材有點走鐘 然後你就會說 你那個肚子有點太大嗎 其實我不會 我覺得這是就是一個點 這方很在意的 對啊 這方太有心想要跟你 就在這種時候 那個當下是不可能講的 對啊 那個姚依亞就過來 有啊 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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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想說什麼想要講 我平常打鬧的時候啊 對啊 念念一下啊 露露喔 唉唷 好像你看他們算貼心的 可是這樣就可愛啊 就不會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所以我每次都說 唉老公老公我現在懷孕那個變胖了 胖了9公斤 那你覺得我胖嗎 這樣 然後就這樣 哈哈哈哈 是真的肉了一點啊 對 其實 對啊那 她是斯文的說 對她是笑笑的講 對 她就說那你要克制喔 可是因為她也不想說 她也不想說謊話 因為你就真的是變胖啊 難道說 好瘦喔 你是煮乾冷吧老婆 這樣太假了吧 對啊 她就是還是和緩的說 喔那你自己要注意啊 不要吃這麼多 沒有沒有沒有 姐妹姐很少女生像妳一樣 脾氣比較好 一般女生就會說 唉懷孕懷的是妳的小孩耶 那我胖變胖也是因為妳耶 為什麼妳可以講我變胖 很多女生懷孕的時候都會這樣子 那個產前憂鬱 可是你看我覺得 我覺得對那些台灣的男生 你們一定也不會說那種 冠冕堂皇的話 因為胖就跑 對啊 反而是客觀的事實嘛 對不對 你們是屬於走心派的 走心派 你這樣還是怎麼樣嘛對不對 對啊 你這樣不會那種 那種櫻花 妳這邊講一些 講一些好聽話 沒有用嘛 所以我還是判斷一下 依賴 任性公主病 我覺得這兩個是歸類同一個 差不多 我覺得依賴是好事啊 依賴可以 但是會變成說 我有個朋友滿慘的 就是基本上 她那個女朋友已經是 依賴到她的生活 只有她 就是 世界以她為中心 世界以她為中心 她沒有辦法做 她沒有 那個女生沒有自己的交友圈 就是她沒有 她不用出去 她只要跟男朋友在一起 就OK了 然後變成說 男朋友只要跟 比如說我們跟朋友 男生朋友 哥們我們去吃個東西 喝個酒 她沒有辦法接受 對 她會覺得 你都不在乎我 我的世界都只有你了 為什麼你還要去跟別人 就是已經到了這種 太緊繃了 欸你們會是 以男朋友為中心 在繞的人嗎 小時候是 我很怕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情千萬不要發生 因為當你們分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一無所有 對 因為它就是你的世界 所以你從以前到現在 你都屬於比較獨立型的 因為我 可是這樣也會讓男生 覺得壓力很大 就是覺得我 我太能自己了 太女強人了 就是對 所以他們就會 也會覺得有點壓力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會有很小孩子的時候啊 其實他們都沒辦法讓我使出這一招 正反 來強力推薦 右邊兩位男生 OK啊 真的你好吵一下 今天右邊我愛紅娘 所以你結以前是這樣 就是都是以對方為中心的 我以前蠻嚴重的 可是比他們兩個剛剛講的都還嚴重 真的啊 對 因為我以前很沒有安全感 很沒有自信 那你是公主病嗎 很公主病 現在好多了 跟我第一個男朋友在一起十年 對 所以其實他又很寵我 然後我又覺得我很依賴他 所以就導致 他連他的男性朋友 我都會把他斷絕 對啊 小時候 因為小時候覺得他會不會就是變成gay 小時候那種一天馬行空的 你是什麼環境下長大的 壓力好大 小時候啦 但長大之後就會覺得說 其實真的是你的就跑不掉 對 所以其實女生還是不能過度依賴 女生要有自己的事業 要有自己的朋友圈 對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不然其實沒有辦法長久 就是我覺得該依賴的時候 要好好依賴 像我就是立志要把女生寵壞 因為女生就是你要跟你 他決定跟你交往 代表他已經去信任你 這是我的責任 你是單身很久了 可很久 可能有了 所以無所不用其極 想要拔面了 對 可是我覺得女生其實 交往的時候也其實會變啊 你看你 之前我要把你寵壞 可是你跟我在一起之後 你開始變得就是邋遢 你好素顏就出門了 在家裡隨便就穿衣服 好像沒有以前這麼謹慎了 在我還沒把你寵壞之前 你自己就先長壞了 然後我就 你媽的真的 寵不下去了是不是 寵不下去了啊 寵的動力沒了是不是 所以女生還是自己要檢討一下 也是要檢討啦 互相 在家化什麼妝啊 女生怎麼可能每天出門都化妝 以前素顏最怕人家看妝 我不行 我不能讓人看到我素顏 所以你們喜歡這樣假掰嗎 對 那是假假的吧 她就是信任你 愛你才在你面前 表現出她真實的一面啊 對啊 這我幫不了你自己 對嗎 都可以啦 你跟我交往我會覺得OK啦 好不好 所以其實女生真的是 不要太依賴 也不要太任性公司 這是我們自己要好好檢討的地方 好不好 會更好的 對 吃醋 女生真的超愛吃醋的對不對 有沒有碰過很愛吃醋的 畜童 我自己還好 但同樣是剛剛那個朋友 就是會變成依賴太重要 就變成 就連男生也會吃醋 只要任何身邊 那你為什麼陪我 對 就基本上 就是只要除了她以外的 她都會 沒有辦法接受 那算是牽連在一起的 對 一連串 只要你依賴任性公主病 你就很有可能 非常地會吃醋 遲到 這真的不能掛我們女生 我們女生真的是 我們很多事情要做耶 對 而且在遲到 但跟男生忙的一直就 為什麼兩個來 不是耶 我們還是會到啊 而且我們花那麼多時間 出門就呼應了 你剛剛講的素顏啊 我們就是為了 要跟你們出去有面子 吸引你們 我們只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啊 那你希望我們素顏 還是希望我們知道 可是其實早 就是在我們約會前期 其實女生是會很準時的 就是其實你的臉是沒有那麼大 你們的臉是處理得完的 為什麼 交往知道你們臉是怎樣 越來越大是不是 為什麼 那邊臉好像越來越畫不完喔 然後開始有一些理由的 所以兩位男士 你們是可以接受女生遲到多久 譬如說我們約會 哇 你在樓下 你在樓下等他 你可以等多久 這其實就是看喜不喜歡啦 對 允潔我可以等他就30分鐘 你就交往 剛開始追的時候應該是 滿有耐心 應該可以等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對啊 我現在樓下等三天 我也在等啊 真的假的 你是搭飯坑是不是 等三天 等三天 沒有啦 就是其實會越 剛開始熱戀的時候 是會願意等的 他只是會隨著 其實就這樣久了 慢慢來 你也不然我等太久嘛 對 所以其實就是 這是會被磨掉的 會被磨掉的 我每次都等 那是我先生在追我的時候 我們是在成哥家聚會 然後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啦 你就自己先 因為他家在南坎 所以我住娘家在台北 我說你先回去先回去 他說不行不行 我等你我等你 他從11點 他等到凌晨4點耶 哇 改假 我們是所有人都在聚會 就是有成哥啊 然後曲哥 就是很多很多親朋好友 然後在上面聚會 然後就想說 因為聊天嘛 你知道 男的大家湊在一起 錄完影湊在一起 一定聊很多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我等你 他沒有一絲不耐煩 或是覺得累嗎 沒有 他還把所有喝醉的人 這樣一一的送回家 哇 好難 他等到回南北已經天亮 他直接去上班了 我只想問 現在呢 現在就是 如果你沒有耽誤到他上班的時間 他願意等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上班 是耽誤到他五分鐘 他就會不高興 那你覺得有差別嗎 當然有 對 就跟他們講一樣 很多少少 很多少少 對啊 那還沒機會到時候 只是為了想要多看你 把你安全的送回家 對 我覺得男生真的都 架天喜歡 我覺得男生都不太喜歡等人 他不太喜歡等人 我爸雖然心好難 但他超討厭等的 他超討厭我們遲到 一等就會不耐煩 然後那個臉就會出來 我們自己女生也要檢討 真的對不對 其實說真的化妝 臉就那麼大 我可以提早時間 我可以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我為什麼要脫到最後半小時 我才在化妝 對 所以我沒有剪妝 我就在用啊 只要一直忘記拿東西啊 好像就有點在 太天獎了吧 太天獎 花錢 你們男人在 在戶女人花錢什麼 花你的錢嗎 其實這個是還好 我覺得有在意的女生 是會不會 我們是出去吃飯的時候 會不會 太敗錢 或是會不會有 出一個出錢的動作 一個態度問題啦 對 一個態度問題 其實我們男生跟女生出現 男生本來就應該合理 要幫女生出現 因為沒有多少錢 對 所以如果女生會 我們會看他到底要付錢 他不能每一餐 就注定要白吃白喝我的 因為我們如果還沒在一起 或是在一起之後 我也沒有 我們還沒結婚 如果結婚就是另當別論了 我們還沒結婚之前 其實我們就是兩個個體 兩個家庭 所以其實這又是牽扯到一個用情的觀念 對不對 譬如說好 感覺出來你應該是 有些時候是勾搭 覺得是你請的就是他請 但是不能 一位都是叫男生請客 對啊對啊對啊 那洛陽呢 你是屬於怎麼樣的金錢觀 我是一樣差不多 就是交往期間 男生能cover的 吃飯看電影小錢 那都是ok的 只是女生不能用理所當然 喔我要買這個包 買給我 我要買那個手錶 不可以這樣子 對 就包括吃飯啊 看電影那種小態度 就在那邊 等著付 對 我跟你講這真的就是 又是每個人價值的問題 像我爸爸就從小到大 他就灌輸我說 他說男人就是什麼都要付 他說我從來不會讓你媽付半毛錢 再怎麼樣壓緊搖關 我也是要幫你媽付錢 我覺得有時候是男人自己面子的問題 他們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就是我來做 我來擺平 對這就是他自己的面子 他覺得如果你還要掏錢出來付 他覺得他沒面子 可是其實我覺得每個男生他的看法真的不同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能去要求說 一定你得幫你付 可是我曾經遇到一個前男友 很有點不舒服 其實我是屬於那種 譬如說這餐你付 但下一餐你千萬不要跟我提 我自己會譬如說買飲料 或是買別的東西 但是我發自內心 我會互相 可是我曾經遇到一個前男友 他是譬如說你去吃個滷肉飯 我想要多點一個嘴邊肉 他說這個你自己付 因為我不想吃 這太小氣了吧 然後我這個交三個月就分手了 不過這是個嘴邊肉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 就是我不會馬上跟你勾搭去 但是我會互相 因為嘴邊肉分手 對 不是因為嘴邊肉 因為他 對現場跟我勾搭去 或者是說這個東西35塊 然後他可能就會拿出20塊 說你那邊有多10塊 因為一開始會覺得 可能是他剛好沒帶零錢 可是久了你就會知道說 他就是要跟你勾搭去 我覺得學生實在很遇到那種男生 因為我看過我的大學同學姐妹 他們就交往 他就說今天我們去吃飯 然後我付了218塊 8塊也要計較 對 8塊要計較 是真的計較 他不會真的計較 收到底喔 收210還不早錢喔 8塊 對啊他們是真的很在意那8塊錢 女生很在乎那個感受 就是你出一點 我可以出更多 但不是你去要求 對 我們會自己做 對 我們會自己做 不要就是男 你知道男生要求這個是很難看的 是 因為男生在我們心目中是很崇高的 有一點崇高的感覺 男人是天嘛 是那種感覺 那個人你碰到太小氣 對啊 那個誇張嘴邊肉之戀 這個真的是 對啊 真的嚇壞大家了好不好 下次我再讓你點四神湯 好 謝謝 而且他們租頭皮 還有租心耶 我告訴你 好 還有他說女生碎碎唸或是控制欲很強 其實碎碎唸其實會真的是蠻煩的 就是假如是 你媽也碎碎唸啊 所以我媽很煩 我媽很煩啊 所以不唸 就是假如他們就是 其實他們有時候會很 如果是可愛的唸 說你喔你這樣都不吃飯啊 那種就是很可愛 可是有時候他們會想要幫你整理房間 然後一直唸 你就是噁心什麼什麼 一直唸一直唸 你要整理你就不要唸 你不要整理 我覺得有時候女生是講道理 我就覺得我超care這句話 就是你要整理你就不要唸 是啊 我也覺得這樣 對啊 大家都很這樣 妳直接過來吧 其實是啊 其實是啊 因為我覺得 我可能會順便講說 你褲子不要脫在地上 地上很髒 我只是想要 我也是為了你好 不然你如果有蟑螂爬在裡面 直接穿穿怎麼辦 所以也是為了你好啊 然後 而且他的行徑就是很誇張 結果我才會講啊 我覺得人喔 都喜歡聽好話 不喜歡聽壞話 對 所以我覺得為了避免這些爭吵 我們女生就少講點話 反正是你家的事 對 你會有機會成為一家人 那就再說嘛 對不對 這樣真的可以減少很多的 我是為你好 然後你就開始吵架 我是為你好 我是為你好 你真是不高興 然後看就大吵對不對 對 兩方都不開心和畢能 這邊有分享一個 我朋友的例子 可是真的我也覺得很扯 就是那女生 她可能就是會為了他們家的燈費 就會說 你要記得關燈喔 或是什麼的 結果男朋友跟他分手的理由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因為你常常念我 讓我覺得我的自我價值感變得很低 被你踩得很低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在一起 會 有時候其實會 會踐踏你的 對 所以其實呢 男生也有受不了女生的事情 女生也有受不了男生的事情 那大家互相檢討一下 希望感情會更好 不過常常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都小心踩到地雷 對不對 可能你都覺得沒事啊 可是突然跟你說 我要跟你分手 其實我覺得你很久 我們這邊有看到幾點喔 明明是兩人相處的時間 對方卻老是低頭看手機 這應該是現代人的文明病對不對 對啊 男女生應該都會有放這個問題吧 對啊 包括我們自己都會啊 其實 因為有時候難免跟女朋友吃飯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沒什麼話好說 其實也沒這麼多話跟女生聊 對啊 對啊 我們好現實喔 不是啊 我們也 我們也沒什麼話跟你們說 可是我們沒有拿出手機啊 我之前曾經有一個男朋友吃 你會不會只是沒電而已啊 還是網路沒腳片 對啊 沒電我之前曾經有一個男朋友 他就是邊跟我吃飯的時候 邊在看手機 然後因為我們還有買其他 譬如說炸雞或什麼一起吃 那我就怕其他東西冷掉 然後我就會開始自己 有沒有他在玩手機 我自己再當個小媳婦一樣 什麼都一個一個拿出來 到最後因為怕冷掉 我還要餵他吃 就會覺得說 女生會這樣 要幹嘛 你就玩你的手機 你就跟你的遊戲在一起就好 為什麼要跟我在一起呢 所以其實現在3C這麼進步 也是會帶來很多的傷害 對啊 對啊 我相信男生女生 很多人大家都喜歡滑手機 也不是故意忽略對方 但你就是很想看一下現在 誰的Instagram現在在幹嘛 在幹嘛 Facebook的動態在幹嘛 真的不是故意的 可是還是會造來很多的問題 疑神疑鬼 常常接觸異性就會胡思亂 我們會吧 這個一定會 一定會 這應該就是所謂的 沒有安全感的狀態嘛 對不對 好來繼續 問問題時總是回答 隨便啊 不知道啊 都可以啊 真的耶 這個是電影地雷啦 對 男生也會很受不了女生講這些話 隨便啊都可以啊 你在生氣喔 隨便啊 講了隨便之後OK 那我就說 好那我們去吃肉飯 不要 我們去吃火鍋 不要 到最後他明明心裡有一個答案 他也不講 對 我說好那去吃烤肉好不好 好啊那要吃哪一家 早就你要吃烤肉 對啊 那要浪費時間 少了剛剛那兩個 對我們要繞那五分鐘去繞到 去抓你之後 那五分鐘我可以再繼續滴在滑手機咧 對 男生也會好不好 有一次我生日 我問我前男友說要去哪裡過 怎麼過他就隨便啊 不知道 你會不會氣死 當下就想分手了 當他就說 那我去跟別人過拜拜 我就走了 因為有時候女生在有東西 跟男生真的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會有這樣認知上的問題 另外 控制欲超強 和朋友出去都要獲得對方的許可 我覺得這是要先 這是尊重 要知會 其實要講一下其實是正常的啦 但是不要說過度的 一直去追殺這樣子 我覺得就OK 我有一任女朋友就是這樣 我出門她會去看我的油表 那個公里數啊 不是也太可怕了吧 然後我出門她會拉地圖 然後拉那個比例尺 對好似的 連恩妮遜你有沒有看過 我在追蹤她的女兒一樣 我都在追蹤她的女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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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刻救援第二 對第二期 她拉那個尺這樣子 她是工程師這樣 對 有些女生會這樣 會緊迫釘人 因為現在iPhone 我真的比較誇 iPhone不是有定位 對 她查定位的意思就是一樣啊 說你在哪裡啊 還是要信任啦 對啊 不然很累真的 信任就可以掀找很多相關的問題 快速的看一下喔 拿對方跟前任情人的做比較 人家是永遠不做先讓步的那一方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大家說 有時候吵一吵架 其實感情會被吵播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 沒有要爭誰贏誰輸 對 其實吵架都是輸方 對啊 所以還不如就是我們可以先和好 世出善意不代表你是那個loser 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的是 大家就是自尊心 其實過了那一點就沒事了 大家可以多想好的事情 當下覺得不爽趣的時候不出口 日後再拿來翻酒掌 應該是常常會吧 常常有 一定會啊 尤其是男生因為很悶 對不對 都會憋在心裡 當下比較不善於跟大家溝通 就忍住了啊 後來又爆發之後 疫情還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講這種話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 我就覺得我的習慣是會當下就爆炸 女生大部分都當下會聊啦 男生可能都是要 沒這麼幼稚會忍住 這不是幼稚的問題 所以當下就解決日後才不會再拿代價 對 這真的是男女生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曾經也想說 好我要成熟 我要成熟 我冷我冷我冷 到最後就變成一個更大的炸彈 對 而且會變相很抑鬱自己 對於任何事情 所以其實可以達到一個病 我覺得在交往 當下會交往前 就可以先溝通 對這個觀念是什麼樣子 對 以後吵架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可能 maybe過了幾分鐘 或是冷靜一下 我們再好好聊一下 對 因為有時候男生是怕麻煩 怕當下會整個大爆炸 對 所以還不如就是先hold一陣子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認知的問題 好看一下 不給對方個人的空間 就是太控制狂 對啊 所以有些人是受不了沒有自由的 然後另外 對 一吵架就在社群平台PO文 糟告全身 這很嚴重 尤其可能是跟網紅們交往 我真的就遇過啊 我就遇到這種 我在一吵架 他就會發文 然後覺得我對的加一 他投演 他問粉絲要留言 感情公審啊 最後我跟他道歉 他說好我原諒你了 那你分享這則貼文 哈哈哈哈 還要我分享這則貼文 告訴全員隊我真的錯了 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總規則實點 其實很多東西是跟個人認知有關 對不對 溝通的問題 觀念的問題 或者是現在社群網站 現在網路太發達 導致說 男女雙方好像要開始有一些 不一樣的想法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其實今天 透過我們剛剛那幾個版主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一起檢討 是真的是希望說可以 避免很多男女之間吵架的 一些情況 是 都有學好了啦 有 我們女生也要檢討 不然大家覺得我們是小公主 會更好 那這邊有兩位大家待會可以 馬上我們就聯誼交 交流一下電話 對 換了Line 換下Facebook 希望呢不管是我們現場的朋友也好 又或者是我們的網路前面的朋友也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個 非常非常適合自己的另一半 然後有親人終成眷屬喔 希望大家改變自己喔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掌握啊交換Line 交換是不是 是不是 互追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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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追互粉一定要 愛人 而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